那佛学稍微把不生不寐的心 跟各位讲一下 我们在日常生活 都是一直在变化 都一直是生寐 我们不能用那个生寐的心 一定要用不生不寐 那不生不寐跟生寐 我们要了解到 它是同体 可是两面 我们认识生寐的那一面 不生不寐的那一面 我们不认识 不知道 所以心 我们说出来的心 这个心就千变万化 就非常的多 那我们平常 假如说 各位前选 我们六成 我们眼前的六成一消失了以后 我们的心就不见了 我们的心就不见了 各位前选六成知道吗 六成的色 生 生 香 味 触法 那个六成 假如说没有六成 假如说没有六成 我们就没有心 心就没有了 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 没有六成的话 我们就没有心 心就没有了 那心从哪里倒去 我们知道心跑到哪里去了吗 我们知道心跑到哪里去了吗 那就变成了我们的心 那么这个就叫忘心 是生命的啦 生命心 这个都不实在 忘心 那忘心无体 我们的真心有体 我们的真心 它有一个实在的体 虽然说没有形象 可是我们可以体会 很实实在在的